最近运气爆棚,就搞了一个大家伙 这是什么东西 机房利用的精密控调,一大片 我们今天做一个精密控调的开箱 哇,帮我开一下 开箱 哎 不好吃 换我们小刀 你知道这空调是干什么用的吗 机房专用的空调 大家伙 这是全新外开箱的,我今天开的是一个样品 我目的上大家看看 飞走 哇 哇 很快 打开 飞有吧 我跟你们一样 我也是第一次打开 我是第一次见 因为收回来以后都是整箱的 全部没开箱的 也没打开 一开始只是知道 这里面都是参数什么呀 就是多少瓦的多少功率的 这种效果怎么样 都是了解这种 钥匙打不开 新的G7他们都是给的配的钥匙呢 因为刚开箱 我都没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 什么样看看 哇 这么复杂呀 这是压缩泵了 木头建成 输入电源220 因为这东西我给大家讲一讲 我其实我也讲不懂 我也不明白 大家可以看到这 可以看一下这 咱们这个手机拉近点 这是黎耀的 黎耀公司产的 黎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产的 这个精密控调 机房专用的 型号是LYCBS0013F 额定智能量是12.5千瓦 额定智能功率是4.4千瓦 其他的就不用看了 这个尺寸是了解一下 尺寸是600乘以580乘以1900的 大家一定会了解一下尺寸 尺寸不好的话 你可能装的机房里不合适 这是个这个机柜的这个 这刚才打开的 其实这是整个空调的室内机 室内机 在机房里专用的 IPC用的比较多 整体的如果整体外观来说 都是全黑的 里边什么东西 这个我都不能一打开了 我都能把螺丝拧下来 就把机器卸下来 让你们看了 也只能是这样的 除了这个室内机以后 还有室外机 室外机也是全机外开箱的 然后在这边 咱先看一下 啊 我的 大刀勾往越界拿走了 这边开一下 这不用开 这能拔掉 对 能拔掉 哇哦 去 白色的 它跟室内机颜色不一样 这是白色的 这是空调 这个跟它加用的空调 不一样 这也是大一张空调 它整体来说 这个要比咱们加热点 耗电耗多太多了 机房专用空调 其实膜我还有打开法 外观其实也能够离 看 其实这也是有梨药的银河固的 因为公司里所有的产品 它收回来 在这收回来一大批里边 不管是室内机还是室外机的 这都是离药的 从出厂的 就是说这个项目上 直接放在项目上 项目上整起来 说客户没有用 然后直接是项目倒闭了 项目倒闭以后的 整个机器也没装 所以我们就打破车回来了 就是做 咱们看看这个 这个参数啊 这边这个失败机的参数 额定功率是360瓦的 最大运行电流是2.0A 是2.0A的 其他参数 其实整体质量是65千克 刚才那个室内机 室内机是整体重量是170千克 一个70公斤 咱们也说 这个空调 它这个整个设备 它是比较大的 但是刚才比较大 它这空调就是这样的 一个室内机 一个室外机 整体配套就是一套 一套 这两个是缺买 哪个也不能用 单来一个室外机也不能用 单来室内机也不能用 对 现在这两个大家伙 一个室内机一个室外机 这两个大家伙 就是现在市场价 全新的市场价应该是2万多块钱 因为我们是回收回来的 回收回来的成本比较低 整个大家的需要的话 应该应该 大一千块钱吧 大一千块钱 所以需要建机房的朋友 可以联系联系啊 因为直接 反正是建机房的时候 肯定需要是精密控制的 控制这两个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需要的话可以去勾搭勾搭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